周一 美国的新冠住院人数达到了疫情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 由高度传染性的奥密克戎变体引起的感染激增 使全美卫生保健系统面临压力 根据路透社的统计 当前 全美有13万2646人因感染新冠住院 超过了去年1月创造的13万2051人的记录 但是这一次情况有所不同 纽约长老会威尔康纳尔医疗中心的急诊医生夏尔玛博士说 与以前的激增不同 他所在的医院只有50%的新冠患者 是由于呼吸困难 肺炎和低痒等典型症状而入院 其余50%新冠住院病人则是因心脏病发作 中风 癌症等病因住院 住院后才检测出阳性 也就是说大量的新冠患者不是因确诊新冠而住院的 这一事实真正反映了奥密克戎的社区传播水平 他补充说 他所在的医院住院患者 有一半的病人接种了疫苗 夏尔玛医生预计 最糟糕的情况可能还在后面 未来一两周内会出现一个高峰 在全美范围内 自12月下旬以来 住院人数稳步增加 在过去三周内翻了一番 多个州以及华盛顿特区 波多黎哥和美鼠维尔京群岛 都报告了创纪录的住院人数 当前 全美范围内因感染新冠死亡的人数 为平均每天1700人